2019年7月1日民航局新法即交上路 最大起飞重量在2公斤以上的遥控无人机 都要同时通过学科以及数科的考验 才能取得正照 现在由UTC台北中正分校的校长金和谦 示范目前公开数科考试的几个重点 首先是定点起降以及四面悬停飞行 不过这关对大多数人有点简单 我们影片先跳过 再来是圆形环绕 这关的重点是必须机头朝向圆形画圆 这关就有难度了 以四个脚椎为定点 利用四个定点 机头朝向圆形环绕 最后示范水平八字形环绕 利用脚椎的两个棱形位置 水平飞行八字形的航线 飞损学堂即将推出辅助考照教学的相关课程 协助用户标取民航局的无人机飞行执照 请持续关注飞损科技以及UTC台北中正分析的粉丝专页 有最新消息会在第一时间让大家知道 示范的影片到此 谢谢大家观看 哇 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